这个神属性查经法和讲道法 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呢 他们是解释圣经说什么 也有些人他们大去解释圣经 叫我们做什么 吩咐我们做什么 但在圣经里面 不但是说神做什么 他是怎样的神 他吩咐我们做什么 圣经其实整本圣经就讲到 神是怎样充满慈爱 神是掌权的 所有一切在他手中 所有的国家在他手中 都是神赐给他们权柄 神也能够提升人的灵命 神在世界上有奇妙的计划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属性 他是非常有能力 掌权而且充满慈爱 充满恩典的神 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地方都讲到神各方面的属性 但很多经文没有清楚讲出来 但从整本圣经 我们可以找到这些属性和他的恩典 属性是什么呢 这是他的本性 如果你认识有些人 他们很良善 你说这个人很良善 常常帮助人 你就说这个人很好 我喜欢跟他一起 因为他很良善 他常常帮助人 常常惯性人 这个就是他的良善 这个性情 当我们认识神是这么良善 神是这么大能 我们就会喜欢神 就会愿意跟踪神 另外是他的恩典 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就是说 他为我们做 祝福我们的事情 有什么恩典呢 神有什么恩典呢 在永恒已经为我们预备救恩 他预备耶稣来 安排所有的过程 然后差遣先去来 将神的道 启示 赐给我们圣经 然后到了时候 耶稣来到世界上 然后圣灵感动人 信耶稣 感动人悔改 感动人改变 赐给我们力量 恩赐 能力 机会 供应 所有的供应 我们需要的一切 也给我们礼物 给我们赏赐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聚会 带领 声音 引导 也给我们天堂赏赐 这些各方面 就是神的恩典 很多人读圣经 但是看到 我要尊重神 我要侍奉神 我要爱神 就是要做什么 都去吩咐 但如果我们认识 神的美善 每一次讲圣经 都讲到神的美善 神的恩典 祂的能力 人听到的时候 就会更喜欢神 有些小经文 没有清楚 讲出神的属性 没有清楚 讲出神的恩典 但从 整本圣经 我们可以 找到这些意念 这个 神属性 查经法 和讲到法 这是在任何经文 都找出神的属性 神的恩典 神的 怎样帮助我们 然后也怎样尊重神 好了 我现在示范一下 我现在解释一下 先解释一下 我用一个比喻 所以你的妈妈 有没有为你的儿子 织毛衣 是不是织毛衣 织毛衣 有的请你织手 织毛衣容易吗 不容易 用很多时间 是不是 对 你看着孩子 他需要毛衣了 你有这个爱心 什么样的 毛衣了 你去 可能去看看什么 毛线 什么 这个符呢 款 款式 然后你就开始 局 局 你局的时候 右边看 是不是太大 太小 然后局完了 让他穿上 很开心 这个刚刚好 你很开心 但你的儿子 或者是女儿 又要我穿你的毛衣 我喜欢外面的 你的 他可能没有说出来 但心里面可能这样说 另外一种信 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但他会不会明白 你所有 你的心意 所有你为他预备 用多少功夫 他有没有想到这些 有没有一个儿女对你说 妈妈 你看到我需要毛衣 你就有心为我 织这个毛衣 你就去买这个材料 你就每一天去织 然后你看到我 你就说这个对不对 然后我穿上的时候 我看到你笑容很开心 妈妈 你真的爱我 有没有孩子这样回应你 有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看到你的本性 和你的恩典 你的本性是什么 你看到儿女 就爱他们 关心他们 是不是你的本性 但很少儿女说 妈妈 爸爸 你真的常常想念我的 你做很多事情为我的 这个是 这个 看到爸爸妈妈 这种爱 这种怜悯的心 而且为我做的事情 怎样用很多时间为我做的 就是看到 这个妈妈 这个心 还有他的用的时间 他的帮助 所有的工作 好了 我现在用妈妈这个例子 神问我们做多少事情 我问你 神问你做多少事情 但你的感激 是不是很强烈 没有 你说感谢神 但你没有想到 神到底做了什么 很多神做的事情 你就是说 谢谢妈妈这个毛衣 这是一句 没有想到 这个毛衣背后的爱心 这个关心 我心里面 我真的很喜欢神 我告诉你 我很喜欢神 不许神的话 我不许好像这样 今天的情况 我这样感激神 为什么呢 我经历过神的爱 我经历过神的 接纳 祂的赦罪 赦免我所有的罪 改变我的生命 赐给我聪明聚会 赐给我 同工一起侍奉 赐给我不同的人 赐给我很美好的太太 赐给我需要的资源 赐给我机会去祝福人 她在 我领受的每一样东西 她都是感动很多人 在我们群体 有些人奉向 是没有参加我们聚会的 她就是在网上 看到我的影片 她就 记取我的施工 我也告诉他们 我没有 完全没有 现在没有 受任何的薪水 所有这些钱 都是用在宣教 有些人就有心 我就想到 神就感动这边 你去看一看 叶木序的影片 有些人告诉我 我就打开YouTube 就看到叶木序 出去看了 这个就是神的安排 我就想到 神啊 到底你安排了多少 在诗篇139篇16至17节 这里说什么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于日 你都写在你的车上 神啊 你的意念 献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这个18节 139篇16至18节 这你说什么呢 你所定的日子 你在天上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于日 已经写在你的车上 已经写在天上的生命车上 写的是什么呢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你给我很多很好的意念 数目很多 多到什么程度呢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海边的沙有多少啊 一桶一桶沙有多少啊 哇 不得了 神对我的意念是多得不得了 神今天 有没有传递祂对你的爱 对你的恩典 对你的改变 祂不停地感动 我们每个人 我自己也是常常领受的 有些时候我一边讲到 突然神就给我一个意念 我就感谢神 神啊 我感谢你 感谢你 我的心真的 神啊 我不配的 我真的说我不配的 是神给我的 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在我心中 是极度的感恩 我就说 多少人读圣经 会非常的感恩 很多人都没有 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 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人就会说 原来神是这么美善的 神是这么美好 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 就知道 哇 神 你的天堂这么美好 神啊 你的心情这么美好 神的天使这么美好 所有的圣徒在天上 这么美好 神啊 你每一方面都这么美好 我就看到你的计划 这么美好 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 就发现了 那时你就说 啊 我后悔在地上 没有告诉人 神这么美好 但我们现在 其实可以告诉人 神这么美好 常常思想神的美好 心就充满这种感激的心 神就喜悦你的 我分享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是荣耀神 不是荣耀我的 我曾经帮助几个人祷告 然后他们去天堂 有些人去马上去天堂 不是死了 去灵魂去天堂 后来又下来 有一个姐妹 她起初有邪灵的 来到我们的聚会 她的传道人带来 我为她赶了邪灵 然后为她祷告 经历圣灵 她后来就听到神的声音 然后后来她 祷告的时候 上天堂啊 她见到这个生命册 见到她里面 里面有她的动画 以前她 很多年前 她怎样被人伤害 然后旁边有神写的字 神见到她 受伤害 很伤心 很挂念她 很想祝福她 有一天要释放她 抑制她 然后有一天 耶稣让她看到她的赏赐 记录册 这去她有什么赏赐 记录在册上 她就看到 然后她就对耶稣说 耶稣 我想看一看 厌务序的赏赐 记录册 因为是我帮助她的灵命 所以她很好奇 我想看一看 然后耶稣吩咐 天使拿来 我听了我真的说 神啊不配 她说是很厚的 第二 报经的 她说报经 就是说她的不是报经的 第三 上面写着 我的爱子 然后我的名字 我听了之后 我真的说 神啊我不配 我真的不配 我曾经犯过很多罪 是你改变我 是你拯救我 更新我 是你使用我 提升我 我说 神啊你纪念我 所有所做的 你改变我 然后你纪念我 所有所做的 我是不配的 但我愿意 完全地听你的话 尽从你 荣耀神 常常荣耀神 圣经说什么呢 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过敏者的美德 宣扬神的美德 我们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 所以这个就是 神属性查经法 现在用爱人如己 这个主题 在引言 就是在这个讲道 或去查经 我们可以讨论这一点 或者是讲道讲一点 圣经叫我们爱人如己 基督徒应该是爱人如己的 是不是 但很多基督徒发觉 很多人发觉去教堂 有见到有爱心的基督徒 也有见到没有爱心的基督徒 伤害人的基督徒 也有些人说 我不要去天堂 不去天堂 我不要去教堂了 因为在教堂里面 有人伤害我 有没有听过这些故事 应该是爱人如己 但却是伤害人 所以这个问题存在 为什么引言 用这个引言呢 就让人知道 的确有这个需要 爱人如己是需要的 没有爱人如己就有问题了 好了 然后讲神的属性 神的本性 就是 祂是充满爱的 充满怜悯 充满接纳 祂看到人的罪 祂看不看到呢 祂看到 每一样罪都看到 祂看到的时候 祂为我们做什么呢 祂接纳我们 感动我们 安排人去向我们传福音 神安排向我传福音的时候 的人是非常适合我的 因为他能够回答 我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 如果有另外一个人 我问他 是不是神是真实 他不懂得回应的话 我没有兴趣 我要知道神是不是真实的 然后每一方面都是神安排的 这是神这个爱 对我们的爱是极大的 改变我们 更新我们 而且是祂感动我们去爱人 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感动的 我们信了耶稣就关心 我的家人没有信耶稣 我的朋友没有信耶稣 他们可以去地狱的 我就想拯救他们的灵魂 这是神感动的 这是神的恩典 改变人 然后当人回应神的时候 我们去帮助人 爱人的时候 神就说 非常好 我喜悦你 我就祝福你 我就赐给你更多的恩赐 恩典 机会 这个就是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和恩典 是创始成终的 在我们卫星主 祂已经预备拯救我们 听清楚这几点 祂已经拯救我们 改变我们 推动我们 然后当我们做的时候 祂给我们力量 聚会聪明 当我们做的时候 祂就喜悦和赏赐 这几方面 就是神的属性 恩典 我再说一次 希望你们记得 祂是创始成终的 首先祂拯救我们灵魂 赐给我们爱心 祂推动我们去爱人 然后祂会带领我们去 看到某一个人 就愿意爱他 赐给我们动力 动力聚会去爱这个人 然后当我们爱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祂就纪念 祂就赏赐 这是各方面讲到 不但去讲我们爱人 而是说 是神令我们爱人 是不是 虽然经文没有说 但从整本圣经 我们知道 圣灵的果子 就是人爱 这是爱心 是神的爱 神的改变 推动我们去爱 去爱人 所以我们讲到爱人的时候 不但去讲我们爱人 是说神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推动我们 鼓励我们去爱人 但我们爱人 神就赏赐 是不是 这个就是 讲出神的作为 尽量去思想 然后我们也讲出 反面的问题 正面是神的属性 反面的情况是什么 是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 人不愿意爱人如己了 这是信耶稣的 还是没有爱人如己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私 就是关心自己 自己得福气 但没有想到别人 自己或者是受伤害 没有得依据 或者是害羞 或者是对人的防慧心 或者是没有 无心去爱神爱人 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为什么要讲出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要建立爱心的时候 就需要处理这些问题了 好了 再一点 第三 不爱人有什么破坏性呢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后果了 不爱人 家庭关系有问题 人籍关系有问题 也不能侍奉神 如果没有爱人的心 不能侍奉神的 因为侍奉神就是爱人 而且神不喜悦 我们没有爱心 就成为又恶又懒的仆人了 所以不爱人的话 有破坏性 但有没有基督徒 没有爱人 有 很多 所以这个 很严重的 我们需要醒过来 不但去讲神的属性和恩典 也讲出人的问题 让人醒过来 然后 如何 很重要 如何 做出来 如何踏出去 踏出去 爱人如己 首先处理自己的祭祀了 为什么会祭祀了 因为觉得 我帮助人 我去审视 但其实 好像审视 你审视时间 审视钱 但神会多倍的赏赐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 你想得福 你越祝福人 越得福 然后 自己的伤害 我们需要处理的 有些人很怕人的 因为曾经被人伤害 我们需要医治 害羞 害羞需要处理的 怎样处理 在教会里面 鼓励人更多关心 比起关心 有人关心你 你就回应 慢慢越来越多沟通 就容易与人沟通了 在教会里面 能够接纳人与人沟通 在外面也能够关心人了 然后 对人的防卫性 我们知道人有罪 但 有些人的防卫是 我不要与你说话 我要远离离 但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的 我知道他有问题 但我可以帮助他 但我不需要怕他害我 但我可以小心 没有问题 可以小心 如果 愿意认识一个人 不需要将你的电话 或者是微信给他 但你就去帮助他 如果你觉得可以将微信给他 可以给他 这个就是 有保护自己的心 但同时不会太过分的 就避免与人沟通 然后 这个动力的 我们爱神 爱人 爱人 神就喜悦和祝福 如果不爱神 爱人 就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神必最好 然后怎样做了 开始 呼应 爱我们的人 当有人关心你 你就呼应他了 感谢他了 然后学习 关心人 欢迎人 然后一步一步的进步 去爱人 当我讲到 如何 遵从神的时候 通常我会讲出 处理这些 反抗的力量 抵抗的力量 然后 怎样建立这种 相信神 喜悦我们做 建立这种信心 然后一步一步 从最容易做的 开始去做 去爱人 如果我将这个 讲出来 留顺的说一次 说一次爱人 关于爱人的 耶稣说 你们要爱人如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比起相爱 这是圣经的吩咐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 但我请你们想一想 你有没有遇见过 没有爱心的基督徒呢 我相信我们都遇见过 这是很多基督徒 为什么没有爱心呢 就可能很多原因的 可能他们里面 就是有很多伤害 所以他们没有 没有爱人的心 但我们神是充满爱的 祂改变我们 叫我们有力量去爱人 我们神爱我们 是创始成终的 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救恩 神已经安排我们 我们有奇妙的计划 神已经感动我们 我们信主的时候 祂改变我们的生命 将爱心放在我们里面 也感动我们去爱人 当我们爱人的时候 帮助人的时候 祂很喜悦 祂就给我们机会 聪明能力 恩赐去帮助人 神就喜悦了 当我们为人祷告 他们经历圣灵 是神的能力 临到我们身上 神就很喜悦了 然后祂就赏气了 神是用很多方法 就好像带小孩子一样 我们是小孩子 祂就带你 我给你爱心 你去爱人 当你爱人的时候 你很乖 我就给你力量 你就长大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就好像从小孩子 帮助小孩子这样 帮助我们整个生命提升 神是这么奇妙的 所以我们想到 神这么爱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回应神 是不是 神这么爱我们 我们就要回应神了 但为什么喊乱 不能爱人如此呢 因为他们太自私了 他们只是想自己的东西 他们也曾经受伤害 或者是惧怕人 好了 当然不爱人有什么后果 后果神不喜悦 他的生命也有破口 家庭婚姻都有问题 在教会里面 世奉都不好 有些人世奉是没有爱心的 他们唱世奔 真是单是唱 但没有爱心的 没有关系人的 他们欢迎人在门口 但只是 这样这个 这些 抵罪表 抵罪表叫什么 抵罪 持续表 持续表 就是教会里面就持续 坐下起来 扫地 什么什么的 没有这个持续表 持续表 但是缺乏就是爱人 你自己的 是的 他派这个持续表 但没有 欢迎你 开心见到你 开心见到你 你上个星期再来了 或者是 我找一个人跟你沟通 好不好 有些人热心的 欢迎人是这样的 但有些人就是 递给他 找完 进来 进来 这样没有爱心的 这样不爱人的时候 没有爱人的时候 世奉也没有力量 也不能改变人 好了 怎样有爱心呢 首先我们了解自己 有什么拦住我们爱人 如此 是不是有惧怕 有伤害 是不是有负面 现在我不常多讲这一方面 这是简单的讲 然后 神天到我们爱人 祂就很喜悦 祂就祝福 所以我们就开始爱人了 可能做的第一步 是很简单的 你跟旁边人说 欢迎你 要说我爱你 欢迎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有什么 我想听一听 什么原因 你来到这个招会 我欢迎你 是不是有听过耶稣 我们愿意帮助你的 这是从 最容易的去关心人 有人对我们好的 我们就 也回应他 有人爱我们 我也回应他 谢谢你爱我 关心我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 越来越爱人了 我讲这一篇道 简单的 很简单的 这就是说出人 的确很多人没有爱心 基督徒没有爱心 但神是充满爱 所以我们就知道 没有爱人的原因 然后爱人 不爱人 有什么破坏性 然后怎样开始爱人 这种方法 这个大纲 很简单 但很实际 能够 讲出神的 人的实际情况 也讲出神的属性 和恩典 也讲出人的问题 为什么不会这样做 然后怎样做出来 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是什么 应该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神的属性 第二个部分 人没有做的后果 破坏性 第三 怎样做出来 因为我们传道 很重要是 人看到神的美善 是不是 神的恩典 然后第二 人没有尊重的后果 第三 怎样行出来 好了 我现在用其他经文 示范一下 四篇一百二十七篇一节 若不去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人就恿然努力 努力 若不去耶和华看守神词 看守人就恿然警醒 你们清神早期 夜晚安歇 吃劳碌 得来的饭 本是恿然 唯有耶和华所喜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这个经文 首先我们可以解释这个经文 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如果不是神的工作 神要做的工作 建造人就恿然努力 努力 这是你劳力 是劳力 是劳力 枉然劳力 就是你造了 可能就会破坏 如果不是神创造的 所以神造的 我们造也是无用 所以我们要做神 吩咐地做 然后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 神词 这是说是神看守的话 看守的人就 恿然警醒 这是你警醒也没有用 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 就有敌人来到了 意思就是说 神要做的工作必成就 不是神要做的工作 就没有用 你们清晨 清晨 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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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早期 然后夜晚 按些去劳碌 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的 因为这些 所有一切你做的 所有一切都要过去 但神所喜爱的 亲爱的 就叫他安然睡觉 这个经文 很多人看这个经文 就看到什么呢 我们要尊重神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我们才去做 这个是很多人会解释这个经文的 所以你要寻求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才能够成就 如果不是神的旨意 你就往人 劳力 做了 也没有用 这个是用人的观点看这个经文 所以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 好了 我用神的角度看 神的角度看 首先细想一下 你看这个经文从神的角度看 神在世界上有祂的计划 这个计划已经写在天上 它已经安排好了 当我们跟从神的时候 就走在这个路上 就必定会成全 如果没有跟从神的方法 没有跟从神的话语 就不会成全 当我们跟从神 顺从神的时候 这个计划就会成全 而且没有人能够拦住 因为如果人不正从神 就所做的 就是枉然 但如果我们正从神的话 神就必定有能力 叫这个事情成就 在世界上很多劳力 做很多工作 但都是枉然的 但如果是神所爱 就是我们爱神 神所爱的 祂就叫你 你做了工 安然睡觉 你整个生命都是很平安的 这里我们看到 神的什么属性呢 神是掌管所有一切的 所有一切在祂手中 你跟从神 祂你所做的才有效 否则都要过去 祂是掌管一切 如果不是跟从神的话 就是枉然努力 很多人做很多事情 都是枉然的 都要过去 但神掌管一切 而且从圣经里面说 但我们正从神的话 神必定成就 祂是神的 察验神的善良 成全可喜悦的旨意 是善良的旨意 是成全的 是完美的 可喜悦的 是神喜悦 也是我们喜悦的 走在神的旨意 是喜悦的 我喜悦适奉神 你喜悦吗 我喜悦的 因为神的旨意是 可喜悦的 是很开心的 所以当我们 圣从神去建造房屋 圣从神去 适奉神是最好的 因为神必定成就 因为神有能力 成就祂的计划 如果不是的话 不顺从神的 就是恍然努力的 好的 如果用在这个 神属性讲道法 怎样做 讲呢 人的问题 很多人信了耶稣 这个主题我会说什么呢 按照神的旨意 建造生命 或者是建造西风 按照神的旨意 建造生命 这是我用的主题 好了 很多人 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 但他信了耶稣 只是以为 耶稣是祂生命中 排行第五十重要性的 很多事情更重要 赚钱 结婚 生儿女 买物质 买车子 人都喜欢我了 在世上成功了 所有一切 然后最后是耶稣 他以为这样是聪明俱会 但这个经文说 你所做的 如果不是神要做的 你就是 枉然劳力 你所做的 就是枉然 都要废去 都要过去 你警醒 你以为能够预防攻击 敌人的攻击 贼来到你的家中 但你防不胜防 可能这是你的自己出卖你 可能这是你的儿女出卖你 可能这是你自己出卖自己 你自己破坏 因为你犯罪 因为你混坏情 你破坏自己的生命 这个就是 人可以枉然警醒 好了 但神的属性是怎么样 神的本性 神是 掌管一切 没有这个世界 祂已经知道这个世界的路程 没有这个世界 神已经有计划 祂已经拣选我们 拯救我们灵魂 有计划要拯救我们 祂已经有计划 怎样使用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跟踪神的道路 祂会 其实是祂带领我们 祂感动我们跟踪祂 祂赐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机会 赐给我们暗示能力 赐给我们赏赐 所有的供应 祂都赐给我们 但如果人不跟踪神的话 他信的要受 没有跟踪神的话 祂所做的这个破坏 神这么奇妙的计划 我们的生命 整个生命 可以高度的提升 祂会肯定我们能够做到 而且能够成就祂的旨意 而且当我们跟踪神的道路的时候 你就能够黯然睡觉 你就能够平稳安静 轻轻松松享受神 享受生命 整个人都享受 都是享受生命的生命 非常美好 好了 为什么很多人 没有跟踪神的方法 建造他们的生命呢 因为他们追求钱 以为追求钱就安全了 但其实不是用神的方法 神可以 允许一场病 就将所有钱都完全的 都要失去 所有一切都可以失去 圣意可以马上破坏 马上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 人如果没有跟踪神的话 这个破坏性非常的大 为什么人不愿意跟踪神 因为他们以为靠自己更好 但其实是可以有很大的破坏性 好了 怎样呢 怎样 怎样走在神这个道路 让神建造我的生命 我整个生命都去建造 都是不是枉然的 都是有果哨的 方法这是什么样呢 很简单 在你们的圣经里面就有了 就是很简单了 都已经写下来了 都已经写下来 怎样悔改 信靠耶稣 亲近神 亲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 但很多人就是觉得 这是老生常谈 这是 每一次都是讲这些 他们没有讲到 我们所跟从的是一位全能的神 充满爱的神 掌管一切的神 所以当我们走神的路的时候 神就能够凡事祝福我们 所以跟从圣经 这是最好的方法 跟从神的方法 亲近神 这是最好的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除掉我们的垃圾 什么垃圾呢 因为我们里面有些 有些人觉得钱最重要 觉得世界上的东西更重要 结婚更重要 生儿女更重要 很多基督徒 他们其实爱主 很开心 但他们总是觉得 我没有结婚 我的生命就缺乏很多东西了 他必定要找一个人结婚 但随意找到一个 令他婚姻很痛苦 令他失去起初的喜乐 他以为结婚就很开心了 但其实后来更痛苦 因为他们有这个垃圾 但如果他愿意靠神 处理这个垃圾 我只是跟从圣经 我只是跟从神 神就祝福了 这是每一步 每一天都亲近神 尊重神的话 整个生命 一步一步 神就带领 神去我们最好的老师 他会在我们的耳边说话 有些人可能听不到 但有这个感动 你悔改了 你亲近神了 你祷告了 你帮助人了 爱人了 神的话语 神的圣灵就带领我们 但我们顺从小 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 基督徒很容易分辨 神的话语 圣经说的 我就尊重 圣灵感动的 就去跟从圣经的 我就跟从 你的生命就一步一步的提升 你所建造的 就是稳固 在这个磐石上 没有人能够破坏 没有人能够 魔鬼不能偷窃 你房屋里面所有的一切 神会保守你 是不是更好 你想你的生命都是 神保护 神建造 非常稳固的生命 好不好 好了 我刚才示范 就是 经文中找到 神做什么工作 是神建造 是神计划 神给力量 神给方法 神祝福 神加力量 神也赏赐 用这些推动人 但很多人就是没有 没有相信神的道路最好 好的 我们时间到了 是不是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们短短的祷告 一起站起来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 请你帮助我们 常常拥要你 我们看到神这美好 当我们讲 解续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讲道的时候 当我们带领查经的时候 都是常常的 宣传神的美善 都是常常宣传神的美善 哈利路亚 神啊 你真美好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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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真好 感谢天父啊 天父我们喜悦你 我们喜悦你 你的计划是这么美好 你所创造都是美好 你创造的房屋是这么美好 你的道路是这么美好 你有能力 有权柄 有爱心 有计划 有机会 神啊 我们要跟从你 我们要走离的路 我们要尊重你走离的路 我们要赞成你的荣耀 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求神帮助我们 任何时间 当我们解续关于神的时候 都荣耀神 讲到神的美善 神的美好 圣经的经文都讲到神的美善 都讲到神的美好 神的奇妙的计划 求神更新我们生命 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灵命 也帮助我们能够去提升别人的生命 提升别人的爱主的心 适奉神的心 处理罪的心 也被圣灵充满 可慕神 被圣灵充满 生命改变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哈哈哈 我们进去全神就喜悦了 我们进去全神就喜悦 我们赞美主 哈雷雷雅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哈雷雷雅 我们赞美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